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正在建立一个非正式联盟 这个联盟可能会重塑亚洲的安全格局 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强调了他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和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的承诺 并表示他们打算在未来几十年内追求全面的战略合作 接着,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化 这是对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的回应 这套导弹系统能够打击中国大陆和台湾 增加了对中国在南海活动的飞机和船只的威胁 最后,香港一名23岁的考试监考员 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该是正在进行的大学入学考试内容而被捕 这起泄露事件发生在考试结束后 因此没有影响到考试的完整性 这名监考员被怀疑是为了让自己的补习业务受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亚洲的安全版图上 一股新兴的力量正在悄然形成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正积极构建一个非正式联盟 这一举措可能会重塑亚洲的安全局势 这三国的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确认了他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和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的承诺 同时表示他们有意追求几十年来的全面战略合作 这个联盟预计对东南亚的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和日本已承诺支持发展旅送经济走廊 这是一个计划中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然而 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南华早报报道称 中国可能会因应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系统 而进一步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 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透露 他们已于4月11日在菲律宾北部的吕松岛成功部署了中程能力MRC导弹系统 这套系统能够打击中国大陆和台湾 对在南中国海活动的中国飞机和船只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在另一方面 香港社会也发生了值得关注的事件 南华早报另一篇报道提到 香港警方逮捕了一名23岁的监考员 原因是他在社交媒体上泄露了正在进行的香港大学入学考试的内容 虽然这次泄露事件发生在考试结束后 并未影响考试的公正性 但这名姓刘的监考员因涉嫌违反香港考试及平和局条例而被捕 据怀疑 他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经营的补习业务受益而犯下此行为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据报道 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孙子邓卓蒂目前担任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监视 星岛日报今天在报道中指出 邓卓蒂已旦出政界八年 动向一直未明 但根据大陆企业查询公司爱奇查的资料 邓卓蒂目前担任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监视 据报道 中信财务是央企中信集团子公司 有传他任职中信法务部 但未能证实 邓卓蒂是邓小平次子邓之方之子 1985年出生于美国 7岁时曾随邓小平南巡 后来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并前往美国杜克大学 攻读法学硕士学位 在海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国 2013年5月 邓卓蒂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苹果县副县长 兼西安镇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 2016年卸任 2017年担任北京市桥牌协会理事 首先 来自CBC的报道 带我们进入了中东地区的一场幕后协作 在这里 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出人意料地 帮助以色列抵御了伊朗的一次攻击 这种协助不仅包括情报共享 还涉及允许以色列战机穿越两国领空 这种跨越政治紧张的合作 展示了地缘政治中共同利益的力量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指出 尽管政治上有摩擦 但这些国家在军事和情报操作上的合作从未停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约旦即便在1994年结束了与以色列的敌对关系 但这次的参与仍被国际危机组织的高级分析师称谓特别显著 转向欧洲 一则来自美联社的报道 揭露了德国在对抗间谍活动方面的最新进展 德国逮捕了两名德俄双重国籍男子 他们被怀疑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 其中一人甚至计划对包括美国军事设施在内的潜在目标发动攻击 目的是破坏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这起事件凸显了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冲突中紧张关系的另一面 也反映了全球情报战的复杂性 综合北京日报网等陆媒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媒体时做了上述表示 林健说 中方欢迎布林肯国务卿近日访华 目前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 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引述居住华盛顿外交官和美国官员透露 布林肯安特尼·布林肯23日将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 美国国务院官员近日表示 布林肯访中期间将提出对于北京帮助俄罗斯建立军工产能的关切 这是布林肯去年6月以来第二次的中国行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Janet Yellen稍早前也访问了中国 首先从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中 我们得知欧洲对中国有着两大期待 希望中国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改变其偏向俄罗斯的立场 同时减少中欧之间的贸易失衡 然而这两个目标能否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渴望吸引外国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 但同时也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的联合 寻找一种替代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此外中国还致力于推动绿色能源公司的发展 以期成为技术领域的领导者 接着Nike Asia的报道告诉我们 印尼总统佐科 维多多 周科威多多 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会面 讨论了包括开发印尼新首都努山塔拉 Norzantara和在北加里曼丹 投资石化行业等多个合作领域 佐科还请求中国协助将连接雅加达和万龙的 高速铁路项目延伸至四水 随着中国与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加强 这次会议展示了中国在该地区与美国争夺影响力的努力 自从2月份的总统选举后 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最后 BBC报道了由于持续的暴雨 阿拉伯联合酬长国UAE的迪拜机场不得不暂停运作 这场自然灾害导致道路和跑道淹水 至少在阿曼造成20人死亡 UAE也有一人丧生 尽管一些入境航班已经恢复 但机场仍然大部分处于非运作状态 当局敦促人们只有在确认预定的情况下才前往机场 因为周围的道路仍然交通堵塞 UAE在周二记录了75年来最大的降雨量 随着更多雷暴和大雨的预报 恢复工作预计将需要一段时间 在近期的国际新闻中 一系列引人重目的事件凸显了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紧张和经济变迁 从德国逮捕涉嫌为俄罗斯间谍的人士 到香港港口在全球排名中的下滑 再到以色列与伊朗间的紧张局势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也反映出地缘政治动态 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的深远影响 根据BBC的报道 德国巴伐利亚州最近逮捕了两名 持有德俄双重国籍的男子 他们被怀疑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 这两名男子被识别为Dieter S.和Alexander J.被控策划 针对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进行破坏行为 其中Dieter S.还被指控曾为东乌克兰的俄罗斯代理武装力量作战 德国是乌克兰第二大的军事援助国 目前正致力于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呼吁欧盟国家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给乌克兰 另一方面 南华早报报道了香港港口在全球排名中的下滑 这是香港首次未能进入全球前十大最繁忙港口的排名 这一变化标志着香港长期以来在航运量方面的衰退未能扭转 连续七年出现航运量下降 主要因其面临来自中国大陆港口的激烈竞争 这对于曾经从1987年到2004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世界最大集装箱港口的香港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最新的排名中 中国大陆城市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六席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